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水彩公开课 就是咱们的钢笔蛋彩 我是幼子 欢迎大家 欢迎 然后就上一次也是给大家上公开课 画了一个钢笔蛋彩 然后画完之后 我把它给裁下来了 看到没有 因为上次是画的是一个小场景 然后我把它裁下来了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它可以类似于做成那种书签 或者是手帐那种比较具有观赏性 但是今天这一次 是给大家画的是右上角 右上角小餐车的这么一个素材 那么具体的素材领取方法 以及这个线稿 就是老许应该都知道 但新学院的话 跟大家去讲一下 首先的话 就是要关注咱们幼化教育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然后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 在这个小键盘这个位置 输入这个水彩素材图五个字 看到没有 水彩素材图五个字 点这个发送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素材 看到没有 这个是昨天小爱老师画的一个花卉 一个水彩的花卉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去画的 小的这么一个移动餐车 然后上一次是给大家 就是这一个 裁下来的 就是给大家画的是 这一个小便利店的一个场景 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的话 是咱们获取这个素材图的一个方式 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自己去练习 或者说是想画这个相同的素材的话 那么就可以去关注这个幼化教育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 还有一个就是你想要这个线稿 或者说临摹我这个成品的话 也是一样的 就直接把素材两个字改成作品就可以了 就水彩作品图 你发送一下 然后他会提示你就是有那个 可以去找那个 可以去找这个 看到没有 幼化32 这个是助理老师 因为线稿的话 我这个线稿是已经是扫描了的 扫描了的 它不是拍照的 它是扫描的 所以它的清晰度各方面都会高一些 都会高一些 欢迎来的来了 为什么是晚上 今天可是才下午呢 才下午呢 然后这是一个素材的一个领取方式 那么今天的话 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的工具材料 今天工具非常简单 然后勾线的话 我还是用我上次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新买的一支笔 然后我就基本上现在最近都在用这支笔 那支灵美的话就没怎么用 颜料的话 还是我自己的一个配色 里面有那个叫什么史明克 还有DS 还有DS 这是一个广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配色 最重要的是这个 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画的是一个小本本 今天是一个小本 然后这个小本呢 是登登登登 是一个卢本师的 我之前很少用 很少用 这个是小爱老师给我用的 给我用的 然后我就试一下 今天就用卢本师的这么一个本子 你看它是一个封胶的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封胶的一个本子 你看这地方它都是有明显的有胶的 所以它这个的话是可以不用标指 也不用用美纹胶带去把它粘上 所以就大小 你看大小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32开的样子 应该是一个32开 比我这个颜料盒大不了多少 就大一点点 所以这个的话就适合去画这种小画 或者说画这种小小的场景 好 欢迎玉宇 欢迎后进来的同学 笔的话 这个是我今天也是在三阳老师那个讲试房 然后我突然发现了这么一支笔比较好用 然后我先试一下 我自己画过几个 我觉得比较好 然后我今天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如果是确实好用的话 到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三阳老师这个笔 对吧 在哪里买的 或者说是有没有我们在我们淘宝店铺上面 有没有正式上架 好吗 到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去 我先用我画了一张画 我画了我录视频的时候用这支笔画过一次 然后那一次感觉还不错 所以今天我想用它来试着画一下这个淡彩 淡彩 好的 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一个工具材料了 大家声音和画面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了 敲个一好吗 敲个六吧 敲个六 好吧 敲个六 咱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示范 今天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场景 或者说大家马上不就是十一国庆了吗 对不对 十一国庆 展览管桃的 这个应该不是吧 因为我看它之前应该是有写过字还是画过画 应该不是上次他们去那个展览管桃的 应该不是一批最新的 你看它这上面都有一些印子了 所以应该不是最新的 到时候我帮你们问一下好吧 我先用一下好不好用好吧 然后刚刚讲到就是马上快要国庆了 其实如果是大家国庆有想法出去旅游的话 或者说想去收集一些素材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多拍照 多拍照 这个的话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 就是你去到一个新鲜的地方 对吧 或者说去到一个以前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你就多去收集一些素材 要么你就去比如说找一个那种自然景点比较多的地方 或者说自然景点比较好的地方 那去待个一两天两三天 那这个时候的话时间充足的话 最好最好 就是带个这种小本对吧 带个这种小本 然后带钢笔也行 然后正管笔也行 或者铅笔也行 然后大家可以去画画素写 对吧 画画素写写一下声 这个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时间来不及对吧 你就想去捋个游 然后感受一下 那就要带相机 带相机 然后一定要去多拍一些素材 到时候你收假以后 或者说你后面的话 你自己想去练习的话 那这个时间就非常充裕了 就是会有素材可以画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给你们多唠叨两句 多唠叨两句 因为我平常自己的话也是会 要么就是去网上找图片 对吧 但是找的那种图片 可能跟我自己想象中的还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我的有的时候都是基本上自己会看到平常一些好的 不管是用手机拍还是用相机拍都会去尝试一下好多去记录一些素材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上课 首先第一个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是一个这种小参策的这种感觉 小参策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素材图 就是大家如果是新学员 或者说是没上过我的系统课的同学的话 可能不太了解 但如果是上过我系统课的同学 或者说之前看过我公开课的同学的话 就应该知道 我基本上都会先给大家去讲这个 先会去给大家去讲一个作画的一个思路 一个思路 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其实大家去学这个系统课 对吧 系统课 系统课的话 第一个是它是高效的 高效的 它会比如说一周上两节 一周上一节 它是比较高效的 第二个的话 它会更加的系统 对吧 你从零开始 或者说从一开始 第三一个 它是主要是交一个思路 思路 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思路 当然思路里面的话 会涉及到技法 会涉及到技法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因为像系统的话 我现在没办法在公开课里面去做到系统 比如说我这一堂课上什么 下一堂课上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没办法做到 所以就只能在系统课里面去给它上 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比较有规律的 比较规律 而且的话就是 大家的水平 或者说层次 或者说起跑线 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个的话是很好控制的 但是如果是公开课的话 大家来的人都是一些陌生的人 或者说有的是第一次进直播间的一些同学 这个就不太好去衡量了 不太好去衡量了 还有一个就是高效 高效的话就是 你可能今天有时间 对吧 你今天可以来看我的公开课 但是你不可能就是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今天没时间 那你就看不了这个公开课 那系统课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时间约束 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 对吧 咱们每周六 或者说每周几 正常的去上这个课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系统课的话 就是有 有这些一些优点 那么今天是上公开课 那我主要就是找这一个思路 找这一个点去给大家去展开 听懂没有 听懂了的话 敲个音回馈一下 然后我就给大家来讲 今天这张素材怎么去处理 怎么是一个思路 咱们今天就来讲这个 好吗 没问题的话 敲个音 我就开始讲了 这谁还在敲六 好的 那我们首先 不管是这张素材也好 还是平常自己拍的素材也好 就是你当你想去表现一个画面 表现一个场景 你想去画的时候 就一定要拿到素材之后第一步 不是去 起行 很多人在这一步就犯错了 有没有这种同学 就是 你想要去画一个画 你拿到那个照片 或者说你拿到那个素材 你的第一反应 对吧 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 你不是去观察这个素材 或者说去分析这个素材 你没有这个步骤 对吧 而是直接就是拿铅笔就开始起行 对吧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非常错误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这种同学 就是你拿到一个东西 直接去画的话 敲个一 那这个的话 就是这种同学就引起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 你可能就是 陷入到一个误区里面了 陷入到一个误区里面了 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 肯定第一反应就是 不是去起行 好 欢迎骷髅女 第一反应是素材 看来难不难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 然或者容易 对吧 它都是相对的 它不是绝对的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 对基础不一样 或者说底子不一样的同学来说的话 它确实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 这个太简单了 对吧 这种东西就是我以前都画过很多 就太简单了 但是有的画了少的学员的话 他就觉得 这个起行我就觉得很复杂 或者说里面的元素比较多 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 然后大家的这个底子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就没办法去衡量这个难和容易 难和容易 但是难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把它分解成 容易的体块去分析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这张素材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分析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画面 它的一个色调 整体色调 来 你们打在屏幕上 你觉得它这个画面是一个什么色调 对啊 就是你如果是照搬 照抄的话 就是第一个 你自己会画的比较累 画的比较累 因为是照片 或者说是素材 它去指挥你 它去指挥你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对吧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就画个这个东西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人 我就画一个人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招牌 我就画一个招牌 它是完全是通过这个素材 或者说照片 它去指挥你 然后你再去指挥你的画笔 去画 那这个的话 就是你会画起来比较累 那我们正确的是 当你拿到一个照片 和素材之后呢 是你 对吧 主观的 对这个照片和素材进行分析 那这个的话 就是你是 这样主导的 主动权 是在你这边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你要去把控全场 你要去把控你的画面 而不是说 让你的照片去控制你 这个地方听懂了没有 这个地方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有的同学学的快 有些同学学的慢 或者说有的同学进步大 有些同学进步慢 它其实最根本的因素 就是这个地方 它这个思路 没有转变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听清楚 听清楚 非常非常重要 就这个的话 是一个 这不是手上多练的问题 它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 就比较难 如果说你的这种固有思维 形成的比较久了之后 别人想去改变你这个思路 那是比较难的 那是比较难的 所以一开始的话 你就要给自己 稍微潜移默化的 去培养这个思维 听懂了没有 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刚好是有这个 有这个同学在问 所以我就讲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好 欢迎妹妹 欢迎木峰 欢迎后进来的同学 今天是我的调调 是吧 行 今天就给你们画一个 画一个 因为我之前也画过 不是这种调调的 所以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 要注意一点的一个点 就是它整个色调上面 它是一个偏 粉红色的一个色调 对不对 它是一个偏粉色的一个色调 那么你有一个 这个大的主基调之后 那么你心里就是要有 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要知道 对吧 哪个颜色偏多 或者说哪个色调为主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考虑 它的一个什么呀 光影 你们看一下 来来来 注意听 这个地方是 又是一个重点 又是一个重点 就你们看这张素材图 告诉我 光线从哪边过来 来 自己敲 自己敲 光线从哪边过来 对 你有的时候是听是听懂的 对吧 但是你自己画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 或者说是就掉以轻心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 自控 就是一定要自己控制住自己 对吧 不要完全的陷入这个照片当中 所以这就叫什么 自控力 或者说自制力 自制力 不是有一本书 那个叫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我之前看过那本书 叫什么 凌晨四点半 对吧 哈佛凌晨四点半 还是什么的 你看 现在的话 就是有的同学会说 是右边来光 有的同学是从背面来光 还有从左前左上的 对吧 还有就是从右边看到了车子的阴影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的话 你看如果说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对吧 你如果说不把这个问题解决 你到时候你去照着去抄这个照片的话 那么你就会很可能就是画着画着就画得很矛盾 对吧 你看这光是从哪来 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机位 对吧 它这边是亮的 这边是暗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它这边又是亮的 这边又是暗的 然后它这个底下呢 这个地方还有投影 对吧 你就会分不清楚 你到底哪里是一个统一的光源 所以它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因为我们不是仅仅的就是唯一光源 对吧 它不仅仅是唯一的 在户外的话 它可能是多点光源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你碰到的素材 你可能是多点光源 但是我们在画面当中 为了让整个画面更加统一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它处理成唯一光源的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转换 需要一个转换 那么有些地方的话 就在这个光源有冲突的时候 那你就要做一定的调整 这个听得懂吧 对 定个光 对 这个就是要你给它定个光 主光的给它定个光 对吧 这个地方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的话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的光线是从哪个位置 或者说你想让它从哪个位置来光 定光的话 就是比如说这个画面当中 它有它如果能明确的看到 就是比如说你看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会不会稍微亮一点点 就是这边的颜色跟这边的颜色比 看到没有 给你们截图一下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白色跟这个白色 它们两个的固有色都是白色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边这个颜色 稍微会亮一点点 偏黄一点点 然后这边这个颜色 稍微偏暗一点点 偏冷一点点 这个能不能看出来 能不能看出来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你可以自己主观的 把它从就是这边的光源 会强一点点 对啊 看得出来对吧 就是这边的话 它稍微会亮一点点 那这边的话 就是稍微整个色调 就是偏冷一点点 那么而且它这边 有一个这种小小的光源 对 所以它就会有很多的因素 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我想 比如说我想让它 从左边来光的话 那么我就自己知道 左边来光 让它左边这一块 慢慢的往右边 进行一个渐变 或者说进行一个衰减 这个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个 大致的一个方向感 对吧 我大致的知道 光是从哪边来 那如果说你是要说 如果你是准备 把这个光线 定到右 定到这个 你把这个光线 定到右边来的话 那么你改动的话 就是从这一块 对吧 你的光线是从这边 到这边 它整个是这样子 进行一个递减 就是左边会强一点点 右边会弱一点点 而且 这个光线的话 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地面 它也是受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如果是光 从这边过来的话 那么你看到这个位置之后 那这一面肯定是一个亮面 那这边稍微就要暗一点点 那你这种地方的话 就得做相应的一些调整 做相应的一些调整 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画的时候 需要去分析它 或者说你要去主观处理它的一个点 好的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其实没有说什么左边右边 就是你都可以去定 包括有的时候稍微从正面一点点 就是这边的话稍微亮一点点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什么呢 你整个画面最后呈现的效果 一定是统一的 而不能是像它这种的话 就是因为它有多个光源 你如果是把它画的不够统一的话 那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亮的 对吧 它这个地方也是亮的 你的光从这边过来 从这边过来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点 所以在这些有矛盾的地方的话 我们要尽量的把它做好统一 做好统一 好 那咱们就继续往下 开始上色 这个的话 现稿我是已经勾了一遍的 然后我现在上色的话 我们是从浅色开始画 所以我会用一个浅浅的黄色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固有色 是一个白色 对吧 固有色是一个白色 但是它靠光源近一点点 然后它有这个环境色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会稍微的给它加一点点黄 淡淡的一点黄 好 你看我这个黄色 看到没有 非常多的水分 非常多 因为我只需要它有淡淡的一层就可以了 而且我今天用的是一个中处的纸张 中处的一个纸张 好 我们先来浅浅的上一层颜色 那么这个时候上色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你看我这个控水和控形 是要画的稍微准确一点点的 好 再接着往这边 整体先淡淡的给它铺一层 因为我待会还得上这个 上一个粉红色 对吧 淡淡的忧愁 忧愁倒不至于 只是说这个颜色 你千万不能一下子上得太过头了 因为咱们水彩的话 它是一个怎么说 是一个这种 覆盖性水性材料的这么一种 化种 所以它的覆盖能力的话不是很强 它会是透明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去控制它的这个 由深到浅到深 对吧 由纯到灰的这么一个过渡 或者说渐变 你看到这边的话 明显我这个颜色 画的会稍微的 你看 这样子吧 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得轻一点 这边的话 它的颜色会画的深一点点 会画的深一点 你看我整个的话 这就是这种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 这个 中处纸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干的没有那么快 它干的没有那么快 它给你的这个 缓冲 或者说 它给你衔接的时候 你的这个 空间是比较大的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细纹子 你们看一下 你看比如说 我在这里涂这个细纹子的 这个颜色 看得到吗 比如说我在涂这个细纹子 对吧 涂这个颜色 好 然后我在慢慢的往后接着画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的话 它也是 它也是吸水的 对吧 它也是吸水的 但是你看 它这个地方 它现在就已经有一点点这种 看到没有 有一点点这种痕迹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上面 看它这个上面 它整体是一层非常 非常薄的一个颜色 非常薄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是处于一种适用的状态 你看像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两个地方就比较明显了 你看这个边缘轮廓形 它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去画的时候 你看 它底下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痕迹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能不能看得清楚 有一点点痕迹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粗纹子 跟细纹子的一个区别 粗纹子跟细纹子的一个区别 如果说你画的 控制的比较快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种细纹子 但是你如果控水这一块 你控制不太好的话 那建议就是用这种中粗 中粗 因为它给你的衔接时间 会更长一点点 会更长一点点 好的 那咱继续 继续 最近大家时宜会出去玩吗 告诉大家 就是我之前有 有发过一个 叫什么来着 空间动态 就是我有发过一个 空间动态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 咱们长沙这边 会有一个展览 会有一个展览 所以说就是 如果是有打算来长沙 旅游的同学 对吧 或者说你来长沙玩的同学 那么可以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展览 看一下那个展览 它那个展览是一个 官方举办的一个展览 而且的话是 不会出去玩是吧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原因吗 因为它那个展览的话 我看了一下 就是第一个 是一个官方的展览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是一个水彩的专题展览 它不会参加其他的一些画种 比如说油画 国画 它是一个水彩的专题展览 所以这种专题展览的话 一般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的风格会比较多 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用水彩画出来的一些 这种作品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 一个好处 大家平常看展览不 如果是看展览的话 可以敲一个1 我看一下 我可能就是我11 我自己可能会要回老家 回老家 所以我不会待在长沙 看摄影展览 摄影展览的话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摄影跟绘画 其实是相通的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去拍一些照片 而且我记得以前 就是摄影上面有一个叫画意摄影 应该是叫画意摄影 就是它的那些摄影拍出来 它那个就是带有一种画画的那种感觉 就是以前的这种摄影工具 以前的摄影的话 它不是说为了记录生活 或者说怎么样 它有一段时间 它其实是为了去表现 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现 这个绘画的一个手段 就是就比如说以前是用笔画 对吧 那后来大家发明 发现了这个摄影之后 那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对吧 它可能比这个画画更快 对吧 它也不用不用去起稿 不用去不用去打形 对吧 它可能比这个更快 老家 我老家在异阳 不保住 你们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然后我去你们那边 好吧 你们保住 看好 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帘子 所以然后呢 我用这个 首先也是一样的 我用一个浅浅的一个粉色 加了很多水 然后我去进行一个底色 去打底 然后你看我画的时候 我还会有意无意的 留一些这种 手动留白的这种痕迹 在里面 好 这是我的问题 我要改 好吧 以后尽量少说这个词 我应该说的 不是很多吧 确实是湖南人 所以大家如果是近期 如果是有时间来长大 这边旅游 或者说时宜 有时间过来看展的话 就是我是比较推荐 大家去看那个展览的 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展览 然后大家 大家有没有就是 那个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去参加过那种展览 对展览了解吗 因为之前有学员问我就说 他说想参加一个展览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参加 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想让我跟他去了解一下 或者说想指导一下他 我高中不是 我高中不是 前同学也是一样的吗 对淡彩的话 它的这个颜色的话 因为它是相对于 怎么说 是它的这个颜色 它不可能就是画的 所有的画画嘛 对吧 我们除开这种超写实 或者说是这种写实绘画类的 那一般的话 它不会画的 就是跟这个圆图 或者说特别特别相像 因为有些色彩的话 我们是力求去达到一个色彩的统一和平衡 而不是去说去把它还原出来 或者说把它一模一样的刻画出来 一扬的话就怎么说 鱼米之乡对吧 八百里洞庭 前同学是大学是在湖南读的是吧 挺好的 然后我们你看 我现在铺的所有的颜色 都是在做一些底色 看到没有 都是在做一些底色 想看画展对吧 画展的话就有几个渠道 有几个渠道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去看展的时候 就是有这么几个渠道 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一个的话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 第一个叫做豆瓣 有知道的吗 有知道的话 敲个一 豆瓣它里面有一个就是 叫做同城 豆瓣它有个叫同城的一个功能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它会有同城的一个 在那下面的指栏幕里面 我现在不方便帮你们去演示 就是在那个指栏幕里面 它有一个是艺术展览 还是有什么一个展览的一个模块 那那个里面的话 就是你们当地 或者说你们 举行的一些展览 在这个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对 豆瓣 第二个的话 是这个 就是现在的各种这种公众号 公众号 你比如说就是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给你们看一下 公众号 比如说我就收 就收湖南美术馆 就是各种美术馆 各大美术馆 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公众号 那么你点这个公众号之后 看到没有 我说的就是这个展览 看到没有 水色 销香 阔 就这个展览 你看 9月24号就 就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一直到11月份 所以这种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很专业的 一个很官方的一些展览 那么在这上面的话 都可以收得到 都可以收得到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 第三个 第三个渠道的话 一般是大型的一些展览 大型的展览的话 就是在中国美术家协会 简称的话 就是中美协 中美协 中美协上面的话 一般都是一些大型的 全国性的一些展览 那么在这上面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博物馆的话 也会有 也会有 但是博物馆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你得 他博物馆有的时候 像长沙这边的话 有一些 有一些展览 比如说谢子龙 影像馆 那么他的那种的话 他有可能是做展览 有可能是做其他的一些公共项目 有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公共项目 所以这个的话就要看 你们当地 或者说是附近的城市 是怎么去运作的 好 那我们继续 继续 那画完这个之后 这个里面 对吧 那我又稍微的用一个 淺一点点的蓝色 还是一样的 你看我现在画这么久 还是在画这些固有色 而且我画的固有色的话 都是特别浅的 都是特别浅的 一定不要着急把这个颜色化深了 化深了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一遍一遍叠加 一遍一遍深的 你看这种小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注意好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支笔还可以 就是这种小的细节 或者说飓风 然后让整个这个你看 它衔接起来还是比较 比较合适 比较顺手 而且它这个笔上的水分 一直就是 控水 像这么小的一支笔的话 它的这个蓄水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我就是刚刚 只是调了一个颜色 我就把这个 这个周围给它给 一笔画完了 一笔画完了 然后大家平常如果是我记得 我以前就是喜欢去看展览 喜欢去看展览 然后展览的话 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 如果是这种专题展览的话 你可能就是涉及到的 看到的作品就会比较多 而且有的时候像那种 一些国外的展览 它可能还会 比如说涉及到 对吧 你得要门票 但一般的话 门票都不会很贵 不会很贵 但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型的 或者说那种国外的那种展览 我之前记得在上海 有一次就是那个 欧洲文艺复兴的那个展览 那个展览是需要门票的 所以大家 如果是国庆有什么一些计划 可以去看一下周边的城市 对吧 不远 不用特意跑很远 然后又有一些这种展览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么我们画了这个位置之后 这旁边的 对吧 也是一个淡淡的一个浅色 今天这张画的话 整体 你看它整体的话 它没有什么重颜色 重颜色都会集中在 这个底下阴影这一块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 我们先把这些浅色 先把它给处理好 因为颜色的话呢 它都是对比出来的 都是对比出来的 就你有浅 你再去画深 它就会有对比 如果说你直接画深 它没有这个浅色做对比的话呢 那它相对来说 就还没有这么容易体现出来 买了 买了阿尔瓦罗红胖子 还达芬奇 那些笔的话呢 就是 我之前用过红胖子 用过红胖子 用过黑天鹅 就是确实就是 你如果自己能用得到 或者说你在画画的时候 它那个笔就是 它去水比较好 比较大 然后呢 有的时候它可以去 用笔果断的时候 它可以是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 所以我之前也 也用过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其实我用毛笔的时候 有些这 那种效果呀 它也可以 也可以代替 也可以代替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说 必须要画这个 必须要这只笔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毛笔的话 我觉得确实还是 可以画出很多效果来 好 你看像这个位置 注意了哈 这个位置里面 它就是一些深一点点的颜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颜色 稍微往蓝了 往纸了 去画 画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整体色彩倾向 会偏冷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一定要控制它的这种冷暖 虽然这个画面小 但是呢 它的这种冷暖色彩倾向 一定要有 你表现的越多 或者说你 你想给别人展示的越多 那你的整个画面看起来呢 就会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耐看 看到没有 就这个地方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我这两个颜色是有区别的 对吧 这边的话 偏一点点这种紫 蓝紫色 稍微偏蓝一点点 然后这边的话 偏一点点红 或者说偏一点点紫红色 我不会画国画 我大学专主修的是水彩 我不会画国画 国画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难的一个画种 在我看来是特别难的一个画种 但是我看咱们又画的就是学员 因为我看他们的相册什么的 就是感觉都画的好像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跟着三阳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很容易一样 尤其是那个协议啊 协议 咱们今天有有国画的同学吗 直播间里面 现在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有那个笔呢 我肯定会用 但是没有的话呢 就也不会说特别有特别强的欲望 他那个笔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用来去 就是你把它当成画写生的时候去用 然后他那个笔就是 他的那种蓄水量比较大 对吧 然后你一笔下去 就特别适合快速的去表现 但是那种的话就是要画的准 画的准 你一笔下去画的准 所以你去看阿瓦罗或者说去看他们自己去画的时候 他们的运比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特别肯定 好 我们这个时候把顶上这个 你看他这个部分 他明显是偏这种 偏红一点点 桃红色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这个时候往里面加一些红色 然后这边呢 稍微的 你看我刚刚说的 光线是从这边过来 对吧 那这边稍微会亮一点点 我加一点点这种 偏黄一点点这种亮色进去 你看我就没有照着他那个画了 我就没有照着他那个画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画着画着心里 自己要有一定的意思 千亿是国画班的学员是吧 其实就是为什么画的准确呢 就是像阿瓦罗他们这种 就是为什么画的准确呢 像我之前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临摸过他们的 就是有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也非常喜欢 就确实他们那种画风 特别特别的让人上头 其实你看他在那里画画画 不经意的画 对吧 画完了之后 那个效果真的是句好 然后就比较上头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去 我也去临摸 我也去画 那就发现一个点 就是有的时候 你的用笔不够肯定 或者说不够果断 你出来的那个效果 特别的磨叽 就没有他们那种干脆利落 就是什么 就我们讲的那种 快准横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就是 总觉得临摸他们的这种作品 哪里不对劲 那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 多画那个 速写 就这个是我从他们那个地方 就是认识到的一个点 就一定要多画速写 对 就是你画出来的那个感觉 你去临摸它 那味道不对 所以我就 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画速写 就画那种场景 接近 对吧 其实场景接近的那种速写 它比较 怎么说 没有什么太多难度 因为只要你的这个大的透视 是对的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看你这个 一些用笔 然后造型 这些方面 然后一些细节的一些把握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画速写 我有画风吗 这个问题 我感觉就是 我不能说画风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习惯 或者说有一些点 是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你说很 就是完全很成熟的那种画风 肯定是没有的 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你看像我之前 自己去参加一些展览的话 就是 也是会去看一些 很成熟的这些名家 或者说去看一些这种大师的这种作品 然后从他们的这种作品当中 我再去体练一些 我自己能用得上的 或者说我自己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些 我再去用 所以都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你看这一块的整个大的颜色 我们基本上就是底色已经铺的差不多了 对吧 那现在我就要把它 一条一条的 对吧 这个红色 橘红色的 这个眉红色的这种 我把它给 表现出来 那这个时候 你的颜色保护度就可以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我记得我 我刚来优化的时候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来优化的吗 知道同学可以敲个E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来优化的吗 没有同学知道呀 这么不关心我 生气 不知道 前同学不知道 我是去年 去年9月份的时候来的优化 去年9月份到今年的话应该刚好一年多一点点 一年多一点点 然后我那个时候刚才优化的时候呢 就是 呃 因为我是水彩专业嘛 去找找找 找什么呀 找什么 我都已经说完了 你又不早点跟我打配合 哈哈哈哈 我应该还要早一点点 早一点点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来优化的时候呢 就是我是 是是小爱老师哈 你们小爱老师面试的我 然后那个时候我来优化的时候 我第一呃第一次是 是让我去做一个示范嘛 对不对 就去试画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试画 因为我在在场上这边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会很少 因为水彩是一个相对说比较小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画种 大家一般都是国有板雕对吧 国画油画板画雕塑 这种会是比较大家听的比较多的 但是像水彩的话呢 就可能大家知道的比较少 或者说就像国内这些院校的话 一般性的综合性的大学 他都没有去开设这个专业 所以那个时候我来优化的时候呢 就 我说我是水彩专业 然后要画水彩 然后小爱老师说可以 然后画的时候呢 他问我 他说你是用什么纸 对吧 他是用什么纸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几个好像还蛮正规的 还知道我用 还知道水彩纸还用什么纸 因为一般的人的话 他们都只接触过水粉 水粉跟水彩的话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 然后很多人他就会用那个水粉纸 去给你画水彩 就是不懂得都觉得 水彩水粉不都是 不都差不多吗 对吧 这个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我来优化的时候 我第一天我去面试去实化的时候 他就问我是用 是用什么纸 然后我说我平常是用 自己画的话呢 霍多福会用一点点 然后如果是餐长的话呢 我说我会用阿斯 然后小艾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他们这边有霍多福 有保红 然后看我自己习惯用哪一个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机构好像很靠谱 就是对这一方面 确实就是比较了解 比较正规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还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机构 他对于水彩这个小科目来说的话 或者说 其实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或者说你了解的很细的人 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知道一些 除了我们自己画水彩的 这个小圈子里面 有些人会知道的比较详细以外 那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是不太了解 就是你水彩对吧 跟水粉的什么区别 然后呢 你的水彩工具 或者说你的这个上色原理 上色步骤 它其实跟水粉都是不一样的 水粉的话 是我们在参加艺考的时候 就是会去练的一个画种 但水彩就比较少的人知道 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还开玩笑 就是我们大学老师跟我们说 现在这个科目很小众 对吧 很小众 但是你只要练好了 对吧 或者说你只要画的好 那你以后的竞争 肯定就比较强 还这样子调侃的呢 就是潜力比较大 市场还没有饱和 对吧 然后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样一想也对 就是确实水彩知道人比较少 或者说相对于其他的画种来说 比较少 但是慢慢的最近 对吧 如果说你是学水彩慢慢的 你也会觉得其他的像国画油画 这种大家都知道 就是没学过美术的人 他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画种 对吧 你像油画这么久了 喜欢的一个大的画种 那么国画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画种 所以这种画种的话都不需要宣传 而且你看你去看展览 每年中美协举办的这些官方展览赛事 基本上都是油画 国画 尤其是国画 随随便便 一年都是好多个展览 都是好多个展览 像之前有什么 最近慢慢的又开始出这个 喜迎二十大 对吧 喜迎二十大的一些主题性展览 然后之前是 建党一百周年 对吧 建党一百周年 所以 很多我们的学员 有些在这种机关 或者说事业单位里面去工作的 都会多多少少的涉及到这些 这些主题性的展览 那主题性的展览 包括你去参加这种 官方的这种展览的话 那它可能跟我们平常 所理解的这种画画 或者说兴趣 还是不一样的 对 玛丽的 玛丽的水彩 玛丽的那个颜料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平铺它的第二层色 看到没有 第二层色 然后我用的一个技法 是什么 就直接就是平涂 对不对 就直接就是平涂 你平涂一层干了之后 你再去画 所以画干比淡材的话 它没有像画纯水彩 那么多的技巧 就是推着干化 但是你 第一个是你的 你对你的工具材料 又非常熟悉 你的控水 控色 要控制得非常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只要掌握这些 最基本的这种 技法 它对你上色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小白 或者说干接触的话 一定不要慌 不要觉得说 我之前从来没画过这个 然后我是想画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 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它的上色是特别简单的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干化 推着化 就它的翻车 翻车 翻车的概率还是相对来说 低一点点 低一点 水彩不小众吗 水彩真的特别小众 我是觉得 只是因为可能大家 你们都是比较优秀的 都在接触这个圈子 或者说接触这个画种 那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很小众 但是你真的 如果说你现在去 去大街上 对吧 你找十个人 就可能 就两三个 听说过水彩 或者说稍微了解一点点的 可能是最近大家 或者说是 慢慢的这个推广 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些好事情 你知道吗 以前就是 我记得我们投稿的时候 就比如说油画国画 对吧 投稿的时候 就这种大型的展览 去投稿的时候 那个水彩跟板画 还是就是合在一起的 就等于说是水彩 还是属于板画的 一个小的一个分类里面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去套进去的 但是现在的话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门类 就是单独的一个水彩粉画 就是把水彩和粉画 单独出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水彩慢慢的就是 会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哇 那你们 真的是非常优秀 感觉你们知道的比我还早 是吗 我是以前 因为我们是艺考 艺考的时候 我是高中的时候 我知道有水彩这么一个画种 但是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我只知道就是水彩跟水粉 我肯定是要考艺考的 那我肯定是要画水粉 我不会去画水彩 我就知道是这个 然后后来慢慢的到大学了之后 就慢慢的才接触到 水彩这个跟水粉不一样 好像更有意思一点点 千亿 千亿发了啥 我没看到 没看到 没看到 刚刚你 再发一下 跟你们聊得太开心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把整个色彩的一个底色 已经把它铺完了 铺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慢慢的要深入塑造了 那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就会把这个图片 对吧 稍微放大一点点 去观察它的这些细节 你看这个里面 它是有一些这种 明暗和深浅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慢慢的去加深 包括这些地方 它有一些小的这种亮色 好 这个地方 继续加深 可以看到 好这个时候 我就慢慢的开始去 画它的一些阴影和明暗了 对吧 那这个是 你的阴影和明暗 在一定程度上 它就会 给你的这个画面 带来一些体积 所以这个时候 才慢慢的开始 有 更好的 那个 表现了 就很多同学 他可能 深入不下去 对吧 觉得老师 我没什么 不知道画哪个位置 或者说哪些地方可以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 看一下 对吧 尤其是画完 这个第一变色之后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把这些暗部的颜色 给它稍微的加深 加强它的对比 对吧 说白了 就是 你哪些地方需要加强 哪些地方需要减弱 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个水彩 水彩相对来说 是比较 小众一点点的 但是慢慢的后来 看到一些 全国性的一些展览 然后包括 画水彩的身边 画水彩的朋友 越来越多 因为我自己 待在这个圈子里面 就感觉 好像也很多人去接触 但是有的时候 去身边的朋友反馈 或者说一些学员 他们去反馈 就可能就说 我都不知道这个画种 对吧 或者说我都之前 都没画过 我们很多学员 就是听说过素描 对吧 素描这个是太正常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我刚来又画的时候 就觉得 好像还比较正规 然后这些东西 都会比较专业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 不会像其他的那种机构一样 对吧 不会像其他的机构一样 好 我们这个时候 开始画底下 你看我现在换了 换了一只这种真观笔 真观笔 我来换一下它的阴影 你看我画这个阴影的时候 看到没有 我画的特别特别浅 画的特别特别浅 然后特别的通透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画阴影 对吧 你看我的用笔 也是非常的肯定 就是它这个地方 它有一条明星的阴影 轮廓线 再给你们示范一下 看一下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一定不要 拖泥带水 就一定要肯定 你看像这种慢慢的 对吧 你把它这个阴影 把它给带出来 包括底下这个部分 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那么你的这个画面 看起来就会立体感 会更强 怎么录取的是吧 怎么被诱画录取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 我刚来诱画的时候 就是刚刚说了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专业 然后那个时候就示范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水彩 画了一个 画了一张水彩 因为那个时候 画了一个街景 画了一个街景 应该是一个 扒开的一个街景吧 然后画完了 画完了 我自己怎么说 我当初给自己打分的话 可能也就打个 80分左右 就是我没有觉得那张画 就是特别 感觉那个 感觉那个画 还稍微有一点点 有的地方 自己不是很满意 所以呢 就 但是整体效果的话 基本上还是没问题 还是在我的 掌控范围之内 为啥颜色这么淡 压根上不了色 什么意思 文虾 是说我的这个颜色淡 还上 还上不了色吗 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你们不要影响我画画 搞得我的思路又断了 现在我都不知道 从哪里给你们讲起了 我还要画画 结果就是我给 我给小艾老师 看了之后 对吧 然后小艾老师 又跟我聊了一下 就当初是觉得 因为我以前 就是没有做那个线上 我以前是做线下 就是我带过一些考研班 带过一些考研班 然后我们那个考研班里面呢 我们那个机构里面呢 他还有一些那个 就是小朋友 所以我之前也 我虽然不给他们上课 但是我知道 就是小朋友 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上课 然后还有一些考研班 然后考研班的话呢 就主要是画一些 针对就跟一考一样 只是说他们的这个 是针对于考研的 然后还有一些 线下的一些成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 小艾老师就跟我讲了一下 线上跟线下 的一些区别 然后我自己对这个 是比较看好的 然后也想尝试一下 所以就聊了一下一个 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发现确实做这个 做教育或者说做线上的话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跟 成年人就是聊的比较多 我不喜欢 就是你们上过我的课的也知道 我不喜欢把这些 画画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一些画画的一些理论 做成那种公式一样的东西 给到你们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像你去 交易考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因为他有一定的升学率的 要求嘛 对吧 那他可能就让你画成这个 样子 就让你画成那个样子 但我自己这个人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画画这个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 稍微偏机械一点的东西 而且呢 这个也不是说 艺考不好 因为艺考的话 确实就是 我自己也是艺考过来的 那我就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成人就不一样 成人就不一样 因为成人的话呢 他可能没有这么强的 这么功利性 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要放松一下 对吧 或者说自己想找一个爱好 那我觉得他可能 可以尝试更多的风格 他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目的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我可以尝试一下 后来也是 因为 我感觉我跟优化的这个观点 或者说就是这种 想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 很愉快呀 就只有在做你自己 喜欢或者说你是 擅长了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我觉得才会 投入的比较 比较快 或者说比较 比较认真 我之前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那个 你们有看我的那个 空间动态没有 为什么艺考要搞得那么机械 因为 也不是说 艺考机械 就是他有的时候 因为 艺考的小孩子 都是年纪比较小 比如说高中 他们去艺考 对吧 十几岁 那他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 或者说他们的 学校里面 他可能就是对你 选拔人才 对不对 那他肯定有他的一个标准 但是很多人就是 很多这种培训机构 或者说艺校的话 他可能就会投其所好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去考 比如说考压梅也好 考管梅也好 那他们之间的这种 考国梅 对吧 尤其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最清楚 就是考国梅 那个时候考国梅的话 就是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色彩 你得画的稍微灰一点点 就是你不能把颜色 画的特别亮 就是画的稍微偏这种 就是高级灰 所说的那种高级灰的那种感觉 但是 其实也不一定 只有那种方法 对吧 也可以画的这种快面 或者说很明快的那种感觉 所以但是你想在考广美的那种 考压梅的那种 成绩里面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的话 就 他就是这种风格 所以你为了去达到这种风格 你就要去倾向于他们这种风格 那 这个东西也 没有什么对错 对吧 他也不是说他那种风格不好 只是说 他的目标会更加明确一点点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成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成人的话就是 你看包括淡台班的同学 他们画的其实都跟我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对吧 你不需要画的跟我一样 我也不需要教你怎么样去调色 你只要最后画出来这个画面效果 是你自己的 或者说你自己想表达这种 那就可以 对 依靠他也是高考 他也有一定的这个评判标准 所以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只是说看 嗯 适不适合 所以 我就觉得成人的话 第一个是大家的 呃 目的 或者说大家更多的是因为这个 兴趣爱好 对吧 或者说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时间 想去 让大家 让自己有 有这么一个 渠道 第二个是 成人的话 他 不像 他没有这个升学率的这个考核 对吧 那你就是 可以让他发挥他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不仅仅只局限在这个 升学率上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成人 而且我在线下的时候 我也是 带成人的 就是有那些成人的那些 学员 然后他们 就是怎么说 还是有一点经验吧 哈哈哈哈 学员谁 第一个热情的欢迎 啊 侠肯定是侠哈 哈哈 认可认可 好 你们看哈 现在我刚刚边边聊天边跟你们讲 其实我一直都在画这一个区域哈 画这一个区域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 哎 这些明暗 对吧 阴影 我已经在开始表现了 还有就是他的这种冷暖颜色 发现没有 冷暖颜色也已经在区分了 在区分了 所以这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所有颜色始终都是非常透明的哈 透明的 好 我们再把这个重一点点的颜色 先把它给画上哈 哦 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学员就是在在聊天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那个空间就是可能最近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哈 大家压力比较大 然后觉得工作上面也会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所以就有学员跟我过来聊天啊 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嗯 成人的话跟那个跟艺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哈 就是成人的话大家会把你当做可以是朋友哈 可以是朋友 那大家就可以去聊一些这种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确实是觉得我是因为这个画画是我的一个专长 然后呢我自己也以此为职业对吧 那可能像很多学员包括你们自己也是可能有自己其他的一些工作 呃不一定是绘画的话不一定是你们的一个呃 职业 但是大家都依然每天都在交作业或者说每天都在 哎 发私聊或者说去询问一些问题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做的挺开心的哈 挺开心的 对啊 因为喜欢呀 或者说你在这个这个工作当中 或者说你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嗯 你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就是其实很多同学 我知道有些同学的工作 或者说比如说我平常让他们交作业 对吧 或者说给他们发私聊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 幼稚老师我现在在因为要考一个什么证 或者说单位要凭一个什么职称 对吧 我最近可能没有时间画画 那我也可以理解哈 确实是成年人的话 对吧 他可能就是各方面都要兼顾 那没有这么多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 我说没关系 对吧 那你自己安排好时间 然后哦 但是一定不要把作业都堆在一起 因为对到一起之后 你后面就比较 就比较赶啊 比较赶 所以 也可以理解大家哈 尤其是 有些同学还跟我讲 每天都没时间画画 要等小朋友对吧 首先白天要上班 上完班之后呢 晚上回去要得做饭 做完饭之后还得辅导 辅导小朋友写作业 等小朋友睡睡着了之后 才能去抽一点点时间画画 当初我听到这个 我真的是 我很感动哈 就是学员 对吧 他可以就是等 等小朋友睡完觉之后 他可以去看个电视轻松一下 或者说他可以去 去洗完澡就可以去休息 对吧 但是他们依然会去 选择我去画一个作业 对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 比较感动哈 我就觉得 大家的自制力都很好 就相当于是 边测我自己一样 就让我自己觉得 那我在指导的时候 我一定要好好指导 对吧 在修改的时候 也要好好的去修改 这样子的话 才会有有效果 对就是 没有那么功利 就是做这种事情 就是确实像 像前同学做的 有的时候你喜欢这个事情的话 就做的比较有近一点哈 就在保证正常的生活的同时 我觉得选择一个自己比较 比较开心 或者说做起来比较有意义的这种工作的时候 是比较 比较好的 你自己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做事我不喜欢被吹着做 如果说被吹着做的话 我感觉 我会很 很不自在 保证每节课都完成作业是吧 那肯定要完成作业呀 我这么严格的老师 你不完成作业 其实单才班的同学都非常的自觉的 我看他们的作业应该都都已经交到了一百多张 多的已经快到两百张了 不吹作业是不行的 我跟你们讲就是 虽然大家可能是一些爱好 我是在网上投的简历 我是在网上投的简历 应该是属于自见 所以 因为我是觉得为什么要交作业 交作业的话 因为我始终相信就是 量变肯定会引起自变的 量变肯定会引起自变的 所以不管你天赋多好 或者说你的能力多强 我觉得肯定是要通过一定的练习的 这不管是画画这个行业 或者说这个圈子 对吧 你就是大家平常都是在其他的行业 都是一样的 那肯定就是要有一定的付出 或者说有一定的努力 才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你们在干啥呀 核酸检测车 对核酸检测车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慢慢的去塑造一些细节了 所以就可以 因为这些细节的话 就是一些小的色彩搭配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更加生动一些 我之前上班的那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离我家比较远 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上次跟那个学员聊天 对吧 他说他工作压力比较大 然后就是比较迷茫 我说工作的话 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所以我来优化的时候 是因为 我这网上投简历 是看到优化离我家不远 然后刚好又有这么一个专业对口的这么一个一个职业 因为可能有些你是专业对口了 或者说你是你的薪资待遇 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 但是你所付出的其他方面的东西可能就多一点 比如路上的通勤时间 对吧 你的上班时间 这一方面的东西你要付出的多一点 所以我是那种属于比较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务实一点的 所以我会选择一个折中的 就是我知道 我想要离家近一点点 或者说我希望这个上班的这个通勤时间短一点点 所以我会优先考虑这些 优先考虑这些 所以这就是一个职业选择上面的一个问题 你们如果是你们自己的话 你们会更看重待遇还是更看重 更看重那个 比如说通勤时间 然后比如说没有周末 你们会看重这种东西吗 大家可以跟我聊一下 互动一下 你看我现在在画这个轮胎 画这个轮胎的时候 我前后两个轮胎 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发现没有 它这个的话稍微会偏方一点点 然后这个的话稍微会偏圆一点点 但它整体看起来的话 还是一个圆润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小的细节 对 就文香讲的这种 我是比较赞同的 就是综合考虑一下 然后呢 有舍必有得 就是你不可能说要求的那么完美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想的 第一个因为我离家比较近 我的通勤时间短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这个确实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比如说是上承认的课 或者说是做这种线上的教育 对吧 那其他时间 比如说 一周要上两个晚班 因为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是不上网 就是不是这么上的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可以接受 有有失必有得 那我觉得上网班也没什么太多 而且一周只上两个晚班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对 就是把这种东西想清楚了之后 就感觉 也没什么 对吧 也没什么 侠不要这么贵 不要这么悲观 就是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对吧 只是说 看你在哪个地方 或者说你在哪个位置上面 你们不要这样子 搞得我的有点怀疑自己 现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的有点看不透了 现在 因为像我们每天的工作的话 相对说是比较 比较单纯 你看像我的话 就每天想着就是第一个 怎么样把作业指导 给大家去指明白 对吧 因为我现在没有 我的单踩二期的课的话 已经上完了 那我主要考虑的就是 第一个还在服务期内 对吧 作业指导还在服务期内 那我就每天 准时的给大家把作业看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我要准备下一期的这个课程内容 那这一方面的话 我要去找一些什么样的素材 怎么样把这个课程 设计的更好 第三个就是我每天给你们 比如说今天上公开课 对吧 我要去找一些什么样的点 去给你们能够更好的 把这个东西给讲明白 对 我考虑的是这种点 所以相对说 我觉得这个工作环境是比较 比较单纯的 比较单纯的 但是有些可能就 可能我的级别还不够 没有进那种就是勾心斗角的那种 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感觉 我还没有经历过 对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说自己上场的 然后自己热爱的 希望你们也是这样子的 就干工作 就我希望大家的工作都是一方风顺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小人 对吧 这个小人 我就会画的比较 稍微的给他加一些些重颜色 那么这个重颜色呢 就是因为整个画面 不能全都是浅颜色 对吧 如果全都是浅颜色的话 整个画面看上去就会轻飘飘的 它像没有分量感一样 所以适当的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这种重一点点的点 去给他稍微的点缀一下 让整个画面稍微有点分量感 好 那我接下来把这些小的这些 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就比较 比较属于点缀了 属于点缀了 你看可以稍微的给他加一点点 对吧 这种咖啡杯也好 什么杯也好 如果你们觉得困 你就跟我聊一下 你们自己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感觉是不是我人比较老了 喜欢跟你们聊天 我以前不聊天的 对奶茶杯杯 而且大家 就是我11的话 也没有想好去哪里 下午会困 对吧 打起精神来 老了就话多 还不至于吧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确实就是我跟我 比较年轻的自己 就是跟刚毕业那伙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整个人 会有一些感悟吧 说感悟好像有点矫情了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故事 又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了 整个人都展开了 是吧 爱船万家 没有 我是想跟你们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刚刚跟你们聊着聊着 就聊到又话这边来了 然后你们一下子就聊开了 对吧 我之前上公开课都 都很少跟你们聊天的 基本上会跟你们讲一些 比如说这个画面的问题 或者说这怎么画 那怎么画 聊天这种还是聊的比较少 但是我在群里面会给大家去进行聊天 办公室的故事 办公室的故事也可以跟你们讲一下 画风景建筑 总是把摄像纯度画很高 你要看 就是 你比如说像阿尔瓦罗的那种风格的话 就是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虚实会拉得特别开 而且对比的话会特别强烈 那这个时候就 你如果是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你就慢慢的去寻找这种感觉 或者说有意的去 模仿 那么比如说色彩的话 你可以一开始就稍微调的灰一点点 用一个灰一点点的底色 去打底 然后再去把一些重点的地方去塑造 比如说一些这种房子 对吧 房子的话 它无非就是这一个瘦光面 一个背光面 这两个面 你把它的这种对比关系把它拉开 一定要把它拉开 对啊 就是大家每次就是都会在慢慢的在坚持 然后慢慢的在不断的练习 就会有提升啊 所以你说你们 对吧 你们的这么优秀 我能懒吗 我能偷懒吗 我肯定不能啊 所以我每天也 也时不时的去偷瞄一下你们的相册 对吧 我在群里很活跃是吧 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群里瞄一瞄 但有的时候看作业去了 我就会有的时候就没来得及回你们的消息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谅解一下 不是我不回你们的消息 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干着干的事情 就去看作业去了 然后去回私聊 然后就没来得及在群里去 什么呀 什么我被欺负了呀 啥吗 你们都说的是 好 现在我用这支笔 我要画它这个暗部投影 暗部投影的话 我会画它稍微偏浅一点点 稍微给它带一点点这种影子的感觉 我看过你的相册 但是不是近期看的是之前看的 我实话实说 我看过你风景的相册 但是近期的话 我在我没有去看风景的相册 近期我在看素描八起的相册 偷偷瞄了一下 你看我现在是在画这个阴影 对吧 这个时候是非常紧张的 就不能大声说话 再给它加一点点那种 其他的颜色在里面过渡一下 你看加上这个小影子之后 它整个整个画面就会立体很多 对 对 我一定要画一般是勾线 或者说是画这种 画这种阴影的时候 我会比较谨慎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知道吧 就是你要画的这个关键的节点 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沉住气 不要功亏一篑了 对吧 在这个位置 那你还好意思说 一年半没画了 那你的颜料都干了 赶紧画起来 所以你看我把它这个投影给它加强一点点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鲜花第一遍的时候 稍微浅了一点点 对吧 那没关系 我们再给它稍微加深一点点 它这个过程 它都是慢慢的增加的 它不是一下子就一遍到位的 对吧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哈哈哈哈 颜料干了的话 那就喷水呗 我之前颜料也干了 就是因为画的太少了 所以一定要多画 现在大家你们当地是不是那个疫情还是防控的比较比较紧张啊 我还一直想着到时候11的话出行会不会受影响 我还一直有在做这个考虑呢 11的话 我可能要么就是会在家里面休息 在长沙这边如果说就是疫情防控没有那么严格的话 或者说情况有一些好转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回老家 然后待个几天 因为我平常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么就画画 要么就看一下电影啊 看一下电影 然后其他的也也没什么了哈 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至于你们说的什么唱歌啊 对吧 我就是上次来来又画搞团建的时候啊 看到了很多很多歌神啊 看到很多歌神 有同学知道我们上次的团建吧 最近 我最近看的电影 我想一下哈 最近看的电影 最近好像没怎么看电影啊 引入 引入成烟对吧 我在那个 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 但是我还没有看 我知道是那个海星和海星眼的吧 就是评价还挺好的 而且那里面有几个 就是我看了应该是海报还是什么的哈 就是那个画面感还挺好的 我玩游戏 我平常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会玩一点点游戏哈 但是我现在上班了之后 对吧 毕竟年纪摆在这里了呢 对吧 把这些机会留给 留给年轻人哈 团建 一直不知道 那你们单位 对吧 或者说那你们公司 你得给你们领导反馈一下哈 怎么搞的吗 对吧 你说我都这么久了 还没来过 还没还没团建过 又画的话就是我们部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团建哈 部门会有一些团建 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每个部门的工作时间不一样 或者说部门调修不一样吗 就有的时候就很少就是大家一起也有哈 也有得看时间看时间去进行一个调整 好 你看像这个像现在的话就是我把整个画面的一些阴影 对吧 阴影还有这种冷暖关系 我把它区分好了之后 它整个画面这个立体的感觉就会好很多 其实你看像这种画干比档台的话 我都可以边聊天边跟你们画 对吧 边聊天边跟你们画 你要是自己一个人的画的话 其实也很快 其实也很快 年纪啊 年纪好像不太好说吧 上一次那个开学典礼你们不是看到了吗 对吧 画水彩不需要画架画板吗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本子 今天是用的是一个本子 所以就不需要画板 如果是你平常的话呢 就用画板就行了 但是画板肯定是要 但是画架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 基本上是不需要 对 不是美少女战士好不好 是六边形猛男战士好不好 你不要给我偷偷把这两个词给换了 不要给我换了 股风 股风的话会会上啊 就是我之前不跟你们说了吗 就是下一期的股风已经在 在在在提上一层已经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呀 本来我是想着把这个地方改掉的哈 比如说改一个什么招牌或者说写几个什么样的招牌 然后在前面再加一个那个广告牌 但是我觉得那样比较麻烦哈 然后有的是一些新同学就觉得可能还是 对吧 这个地方我就妥协一下 对吧 我也不知道今天来看直播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学员 所以我就得兼顾到一些这种 简单性哈 或者说是一些基础性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也是一部分哈 但是系统班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这样 系统班的话 我可能就是今天上完这一个下一个我就加难度 对吧 下一个我就加难度 右话最瘦的 是我吗 最瘦可能排不上 但是前几位应该还是能排得上的哈 前几位应该还是能排得上的 传下去 教古风风景 古风风景 我之前是画过哈 但是只是说做一些视频 然后让大家去了解啊 因为我们之前的古风风景课 古风插画课 是波范老师和小爱老师一起上的 对吧 三期应该是明年三月份还是四月份吧 具体的话 因为我现在还在做课表 还在做课程设计 还没定下来 到时候定下来的话 肯定会提前告诉大家 然后海报什么的 我还 现在还没时间画 稍微往后 等一等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古风 古风人物风景 说的是古风风景 是古风风景啊 到时候应该会 被把它加在里面 应该会把它加在里面 所以大家喜欢古风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班主任 对吧 可以去找一下 找我也行 对吧 然后找一下堂堂老师 找我们的 都可以啊 你们别骗我哈 你们到底是真喜欢 还是假喜欢 待会儿你们呼声这么高 搞得我好开心的 然后到开课的时候 对吧 你们别忽悠我哈 我是很 我是很单纯的 好吧 你们我吹你们作业 你们就吹我海报是吧 海报的话 我也还没画 确实是没画哈 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 你们这是一个合格学员 该有的 该有的态度吗 竟然吹老师海报 都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 都是真的哈 都是真的 只是有一些 我们还在 还没确定下来 安排好具体的时间 所以我不好 直接给大家一些 确切的答复 但是既然大家喜欢 或者说我们已经有 这个计划的话 那肯定不会 不会说 说假的哈 你看我画没用啊 你得自己去画呀 对不对 其实古风的话 它跟 它跟水彩的话 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 它又不一样 不一样 给它戴一个蓝色的口罩吧 这个小哥哥 给它戴一个蓝色的口罩 你看我这个蓝色的话 就是我的保护度用的 比较高一点点 对吧 保护度用的比较高 然后我画上去之后呢 我用水 给它稍微的揉了一下 稍微给它揉了一下 波波老师的课堂 都听得到我的声音 真的假的 我声音有这么大吗 那我要声音小一点好吧 今天竟然有人反映 我声音太大了 那我就稍微收敛一点 我声音小一点 不至于吧 吓到我了 什么什么 你们弹幕刷得太快了 我看一下 我停下来看一分钟 终究是错付了 啥错付了呀 文香 老规矩 放假老师们画画 好吧 那我声音小一点点好吧 好的 好的 我声音小一点点 大意了 我是想让你们能够听清楚我的表达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就是我说我之前是做线下的对吧 然后后来来了之后呢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小爱老师就跟我讲 就因为我我我过来上课的时候我还提前就是也会有一段时间的培训嘛 然后那个时候小爱老师就跟我讲说 一个好的讲师对吧 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声音你的语言表达或者说你的画面对吧 一定要让学员能够听得懂看得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就是声音一定要大一点对吧 怕收音收不到 那有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包括我自己平常也是一样的就是 你去看一个视频或者说你去看一个直播 如果这个直播声音都不清楚或者说声音都忽大忽小声音都不清晰 那我觉得给观众的这个反馈 或者说给观众的这个感受是特别不好的哈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声音尽量大一点点 对啊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吧 就是对吧就跟你老师一样你在台上上课 那你如果说声音小声音不够洪亮 坐在后排的学员都听不到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哈 就是你这最基本的这一点你就没有做到 对啊你如果说这个声音都有问题的话 那你的学员对吧 或者说你的这些听众就肯定会有意见呀 或者说他的感受都不好啊 所以我们就是诱化在这方面的话 确实还是跟其他的机构不一样哈 就是会去把学员的这种感受就是看的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一点 就跟打个比方哈 就跟做生意一样对吧 你得对你的顾客负责任 就是你买的这个东西对吧 或者说你的这个商品 你得对他负责 所以这个就是我 我觉得有一些理念 或者说有一点这种做事啊 做人的这种观点 我是比较认同的 对就是我一般也不叫 我也不知道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就是我会尽量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区别 都有高低对吧 所以也不能说我的这个要求就是很高 只是说我尽量的去把它做好 这个比是吧 这个比我刚刚说了 我是在 我是在三阳老师房间里面拿的 然后我用了一下觉得好用 所以我上次是用了一次 觉得好用录小视频的是用了一次觉得好用 然后我这次再试一下 如果还可以的话呢 到时候就问一下三阳老师 这个比较什么 看咱们又画的那个店铺上面有没有的卖 好吗 我去帮你们去打探一下消息 打探一下消息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比 但是我没用过的话 我肯定就是说不会说 哎呀我们又画这个比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对吧 就是我没用过我就不跟你讲 我用了之后我觉得可以 我再跟你讲 所以我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比叫啥 我真的不知道叫啥 你看它上面 都没有 没有字的 就这么一只光秃秃的比 我也不知道它叫啥 等我问到了之后 到时候再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以后公开课就没得上了 你们要 对吧 你们这样子说 我下次都没得公开课上了 直接把我怕死掉了 还说我拿山羊的笔 这山羊老师借给我用的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在幼化上班 就是这些材料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 知不知道 这是幼化的福利 包括之前 这个有一个那个颜料 有一个那个颜料 也是波范老师 他就是拿过来给我用的 给我试用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班的一些隐隐藏的这种好处 叫隐性福利 就是我可以看到 就是用到一些不用自己去买 对吧 不用自己去买 然后呢 还可以去用到一些话材呀 工具呀 纸张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不用自己买 前同学 你干嘛呢 对啊 之前是 维维老师 他是有那个黑天鹅嘛 他有一只黑天鹅 然后我之前就是画画的时候找他拿过一次哈 就用过他的那个黑天鹅 找什么照片 所以你看哈 我现在整个画面的话就是我会有一些重的颜色 但是呢我的重颜色不会是成堆的或者说成块的 所以你们在画重色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比如说什么 给你们讲一下哈 千万不要出现什么大面积的这种一坨一坨的这种颜色或者重颜色 你看我现在最重的这个颜色是哪里 最重的这个颜色就是他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对吧 还这种都是这种点赚的哈 你如果是成块的话呢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他里面的一些色彩倾向 让他稍微透气一点点不要画的特别闷 我的这些借铅笔啊借粉笔啊找哪个老实借的这些事情你们记得这么清楚干嘛 你们是要挖我的黑历史是吧 就教职部门的同事大家关系的很好的 所以我用一下他们的笔他们用一下我的其他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哟 你们不要记得这么清楚好不好 搞得我下次都不敢找他们借了 六四九二的同学好 这个是有回放的 但是有录播到时候你关注 关注又话教育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好吗 好关注又话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是可以到时候我们如果是呃 后期小姐姐把它剪辑完成之后呢 我们是会上传的哈 会上传的 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看的电影到时候我看我十一在家的时候能不能去抽时间看一下 电影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元素是跟绘画相关的哈 开玩笑哈 以后动态的话还是会有什么消息还是会及时发动态的 大家一定关注我一下好吧 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小主播求关注哈 哦 哦 颜民立万颜民立万是那个谁吧我记得我我我看过那个 应该是预告片 还是在哪个里面看到过有个推送 是不是叫 是不是一言千喜啊 还是那个叫叫什么来着 我老是记不住名字 我老是记不住名字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是准备点一些高光了 可以看到我准备点一些高光 首先是这个位置 首先是这个字体 字体的话稍微给它加白一点点 小姨妈 小姨妈是谁 原谅我 我真的很少去关注这种 真的可能是 一心只想画画 小姨妈是谁 影万啊 影证啊 好的好的 到时候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先把那个看了 先把那个什么引入尘埃啊 我应该会先把那个看了哈 你看像画这种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先轻轻的铺一个底色对吧 因为你知道最后的话可能可以直接用这个白颜色提白 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咱们的一个作画顺序的一个步骤哈 所以这个自己心里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好 然后有些地方对吧 可以稍微的提一些高光 我现在用的这个笔是白鹿啊 白鹿是一只很好用的构线笔 在咱们优化的这个店铺上面是可以买得到的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 到时候 假期的话 有时间就可以去看一下电影 看一下展览 对吧 这种都是一些 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外出的情况下哈 如果是可以外出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到处走一走 对吧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和尚 我平常我自己是喜欢 比较喜欢出去玩的哈 但是现在这个有疫情吗 也不好 就是到处跑 就如果说有些地方是可以 可以持那个马 然后就问题不是很大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去周边啊 或者说去踩一下风 拍一些素材 都是没问题的哈 好 现在我们把它的一些 高光部分稍微给大家强一下 尤其是这个位置哈 尤其是这个位置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我画的比较小心啊 我得慢慢的话 我得把这个本子递过来哈 这种的话都是一些比较画龙点睛 或者说让整个画面更加生动 更加有趣味性的一些点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耐心哈 尽可能的把它画好一点点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抽抽抽抽啊 这个没什么好抽的吧 就一张小画 到时候到时候我那个 我还没有到毕业典礼呢 我也还没到开学典礼呢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还没到那地方呢 什么呀 我还没到最后呢 我在这下里面 有一点子 吧 我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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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还没到 在几擛的呢 什么呢 你看这个的话就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你看这个位置的话 它应该是刚刚画了一个高光的 但是这个高光干了之后呢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灰 所以这个时候没关系 咱们就可以多来一遍 对吧 多来一遍 然后让它这个高光更加明显一点点 我之前抽过奖呀 之前比如说我的 我记得我之前预热克好像就抽过奖 是不是 然后预热克有抽过 然后还有那个 开学典礼有没有抽过 我忘记了 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奖我肯定是抽过的 下一次再给你们抽好吗 什么东西和彩千人像重合了呀 骷髅女 我记得你抽过的 我现在是非常小心的在画这个 我都没有说话 我现在非常小心的画这个边缘 给它稍微加重一下这个阴影 这一个部分 让它这个厚度再稍微的明确一点点 这个地方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没说话 一定要稍微深重一些 然后里面这些暗部也是一样的 稍微给它带一点点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再把这个位置稍微再确定一点点 那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有一些这种结构比较明确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空调对吧 它就是一个方体的 那么像这种方体的呀 这种转折的位置啊 就还是要把它体现出来 不能含糊不清 好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哈 我们就画完了 然后待会呢 我会把它去 让后期小姐姐跟我扫描一下哈 扫描一下 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哈 前同学 就是我也想待会 把它画完了之后 把它扫描完了之后 我把它就跟上次这个一样 我也会把它扣下来的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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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上到这里 然后呢 也给大家去聊了一会天哈 大家还想再聊一会吗 现在已经五点了 如果是大家愿意聊的话呢 就可以陪大家去聊一会 比如说 聊一下优化啊 聊一下我自己啊 或者说聊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哈 都可以 我先喝口水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直接发弹幕好吗 好 现在还没走呢 那个有性材质 现在还没走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 可以是专业方面的 对吧 可以是学习建议 也可以是八卦的 八卦公司的 八卦自己的 都可以哈 都可以 咱们可以聊一会儿 今天没有晚班 我明天的晚班 今天又知道是很可爱 为啥 我以前 不是这样子的吗 我又没换人 多大 我是90后 我是90后 我90后 哎 不能用可爱吧 只是说有一些 今天 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聊了一下 我对又话或说我来又话的时候是一个 就聊了一些闲天哈 可能大家觉得我跟以前讲的不一样 对吧 因为以前的话我上课的时候 就可能没有跟大家去讲过多的这些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哈 这个不太好吧 还面对面聊 这是谁 不限 不限 不限是 是16期的老学 老学员 我看一下哈 我看一下这个实验头是怎么 怎么弄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弄成转过来 哎 哎 这个怎么把它搞过来 哎 哈哈哈哈 我不会弄这个 所以我每次调设备的时候 我要调一会儿 哈哈哈哈 哈哈 啥呀 你们这聊的些啥呀 哈哈 哈哈 这个我好像搞不好哈 对 我 我希望 我希望跟学员就是 虽然咱们是 等一下哈 我看一下 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它这个搞起来一点点 哎 好像起来了 我看一下哈 哎 是这个对吧 暴力一点 待会拧坏了 这个是 哈哈哈哈 等一下哈 就这样吧 好吗 因为我这里还还一个摄像头 就搞这个的 这个就不清晰了哈 那我就把这个 把它稍微盖一下 截图了是吧 哈哈哈哈 今天刮胡子了 嗯 今天刮胡子了 就那天那天去 搞开学典礼的时候 没刮干净哈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就是用的这个本子哈 今天用的这个本子不是不是很大 然后待会我可能还会把它柴下来 那 柴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 哎呀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哈 这个摄像头怎么搞高一点 哎 就这样吧 好吧 就这样 只能这样子了 然后你们如果是不想去表纸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 如果是画这种 干壁蛋彩 画这种小画的话 你们就可以买一个这种小本本 就 确实比那种 就是你要去搞个交代呀 再去画呀 再去表啊 那个稍微的要要方便一点点 但是如果是画水彩画大画的话呢 就还是要去表纸是最好的哈 呃 是有一点点长痘了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还好吧 就是我 我 我要是不上班 我可能就不会刮胡子啊 因为毕竟怎么说呢 就是刮胡子的话 也是 毕竟办公室这么多人 对吧 然后也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要不然不刮的话 觉得邋里邋遢的 就 对别人印象不好 但是我自己平常在家里面 如果说我不出门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刮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就有的时候想 尤其是周末你知道吗 周末比如说放假 对吧 那就 那就起的晚一点 首先第一个是起的晚一点 第二个可能就是 也不会洗头发 对吧 不会洗头发 然后头发睡成 睡得不是很好 对 想放松一些 就这样子的 对 但是比如说在家 在上班的话呢 就要注意一下 对吧 今天有没有 脸上是不是很油啊 对吧 如果很油的话呢 就用洗面奶再洗一下 然后有没有刮胡子 如果胡子比较长 或者说确实比较明显 那就得刮一刮 然后如果是有痘痘呢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有的时候能遮 就遮一点 遮不了就没办法了 头发也要搞一搞是吧 还好了 还好了 我头发 我头发就 之前比较长 之前比较长 后来就是到夏天呢 也觉得比较热 然后男孩子呢 也是觉得要精神一点 对吧 因为长头发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 邋遢 或者说你很久不洗的话 一天两天不洗的话 它就容易油腻 所以我就把头发剪短了 然后就第一个是凉快一点 第二个就是可以 减少洗的这个频率 好了好了好了 不讨论这个个人形象问题 就是今天咱们课已经上完了 就看大家有没有一些 关于这个 课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关于咱们优化 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去 找这个素材图 对吧 或者说待会我把这个图扫描了之后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个作品图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就是在微信 公众号就这个诱化教育 然后可以去加这个微信号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看到没有 你点一下 它会出来一个专属客服 就这个客服这个位置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你想 你画了之后 尤其是新学员 对吧 你画了之后 你是按照我的这个流程 或者说按照我的这个公开课去画的 然后画完之后呢 你想给我看一下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先联系上我们 我才能够看到你的作品 对吧 然后有什么课程方面的咨询啊 比如说水彩啊 古风啊 这些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然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那可以去找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了解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就要下播了 然后我待会儿会把这个指 对了 我教你们吧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到那个 你们等我一分钟好吗 我去教你们怎么把这个东西 踩下来 因为很多同学不知道用 不知道用 等我一分钟好吗 等我一分钟 我先来一下 就不是这样子 就算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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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 每天都要笑一笑 对吧 爱笑的人运气就不会差 对我要给你们猜一下话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本子 它是一个封胶的 对吧 它四面都是封起来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弄下来 对吧 去把它弄下来呢 首先它有一个那种专门的那种 叫柳叶刀的 那个是一个塑料的 但是没有那个东西呢 也没关系 我们用小刀 或者说你身边的 比如说这种薄一点点的卡片 也都是可以的 也都是可以的 这什么纸啊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卢本斯的 一个中处的一个纸张 因为这个是我之前没用 然后第一次用 感觉还行吧 还行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它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它这个 它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节 它是没有打胶的 所以它有一个开口 看到没有呢 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就这个位置 你要找准它这个位置 你要找准它这个位置 找准它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再去 再去踩下它来 哎呀 嗯 然后再平行的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就像我这样 看到没有 看到看到 Build 所以这一张它就它就已经被我成功的给玻璃下来了哈 然后你再可以去 这里没有尺子 你拿个尺子会好一点点 就是把它或者说有剪刀的话 你就把它沿着这个边 沿着它这个轮廓线 把它给剪下来 那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好 这本子我不知道是什么价格 然后我之前也 我用的不是这种本子 我用的是大一点点的 我用的是类似于一个试开的一个本子 像那种本子的话 我用的也不是这个牌子的 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需求 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就去用一下 用一下 不带货 就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那个 什么一个情况 就叫卢本斯 不带货 去拿尺子是吗 我那个尺子 小尺子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就等我一下下 我找到我的尺了 在博范老师那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裁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种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技术含量 就是你笔着这个纸去裁就行了 既然你们想看我裁就 现场直播啊 给你们裁一个 这个纸感觉有一点点厚 不是很好裁的这种感觉 我再稍微的试一下 这个纸裁起来不是特别好裁 画画的时候感觉 没有没有那个当然了 他也不是一个专门用来裁的纸对吧 这个没关系 就是我们自己在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上课了再买也可以哈 这个反正也不带货 也不不不那个 如果是自己用得到的话呢 就可以去去网上找一下 因为我之前上课我都是直接用那个 用那个 保红的 今天突然看到有一个这个卢本斯的呢 就想着试一下哈 所以就拿过来给你们试一下 耳朵 你们真的是 太会鼓励人了哈 然后一定要注意你们的材的 所以给他留一留一个小边边哈 这个小边边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我看一下是不是能涂手给他 看一下这个哈 哎呀这个纸还比较厚呢 看到没有 那这个纸比较 拿在手里没怎么感觉 但是他 踩起来的话会比较费劲哈 你看他这一部分就比较难踩哈 这一部分就比较难踩哈 这可能深度还不够 没有沉迷哈 就是既然大家就说要想看一下那我就直接把它裁下来哈 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是一个比较就是这种花时间的这种 精细活对吧 你得把它裁下来 你看这个地方还是还是踩不下 哦和这个地方稍微会好一点点了哈 你看慢慢的他这个轮廓就已经出来了哈 你看到这种花园就已经出来了哈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趁着我给你们采纸的这个时间 问一下 因为我怕你们无聊 看着我踩这个纸 慢慢的好像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眉目了 你看我每次踩完之后 我还得抬头去看一下弹幕 生怕错过你们的弹幕了 在画的时候你如果需要踩这个纸的话 背上一定要垫一个木板 要不然容易把这个东西裁坏 把桌子裁坏 或者说会留下那个刮痕 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 好 最后一刀 成败在此一举 好了 这边到时候还得再用剪刀修一下 就这么一个小画就画完啦 然后把这些边边角角再稍微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对鼓掌 鼓掌 你看已经两个洞了 到时候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到底能画多少个这个洞 好吧 画完之后统一 统一做一个这个小册子 这个想法可以吧 对 要多画几张 画个一两张没什么感觉 然后多画几张就好了 好的 那没有问题 我就要下播咯 好的 那我就关直播了 拜拜 拜拜 然后大家如果是想去了解 或者说想去咨询的话 就可以去关注我们的 幼化教育微信公众号 然后去加咱们的客服老师 之前有讲过的 还晚安 现在没到那个程度 对 吃饭去了 待会就下班了 好 那我就关直播了 拜拜 咱们 完了 咱们 可以 永远 孖 孖 凯 这 好 最